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个单词是不是有朋友会念成great 还有这个单词你有没有可能念成grun 那么这三个单词呢他们具备一个共同特征 都是有这个辅音组合音gr在里面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一个发音的难点 所以呢在今天这个发音视频当中 我们重点就来练习这个组合音gr的正确发音 我们发现在这个组合音当中 有这个r sound 凡凡之前做过很多期详细讲解r sound的发音练习视频 如果你还没有看这些视频并且感兴趣的话 我会把他们的链接放在信息栏里面 如果你是新朋友欢迎关注我 在油管和b站上关注凡凡i share 那么在油管上的朋友呢 记得在订阅频道之后按这个小铃铛来及时获得视频推送通知 那么为了发好这个组合音呢 今天凡凡会带大家把这两个音拆解开来 进行分解详细练习之后呢 再组合在一起进行发音练习 在这个组合音当中凡凡认为最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个r sound 好了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r sound到底应该怎么去发 我在之前的视频当中也讲解过了今天再做一个系统性的讲解 为了发好这个r sound 首先你的舌尖要上翘 并且伸向所谓的lv oleridge 翻译成汉语就是齿银 有些朋友会说齿银是啥 齿银在哪里 我们来看这个口腔发音部位示意图 好了 这里你的舌尖已经上翘了 这个时候呢 它上翘并指向接近你牙齿后面这个带牙肉 并且坑坑洼洼比较硬的地方 也就是这 这里呢就是所谓的lv oleridge 也就是齿银 在摆好这个舌尖之后呢 感觉好像从喉咙这个地方开始发声送气 让气体震动 这个时候发出的就是r sound OK Tongue tip is up Curling towards the alveolar ridge 好 我们试一下 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r sound的正确发音 好了 我们再来试一下 好了 小伙伴们 希望通过刚才这个图示的清晰展现 还有我对这个舌尾的仔细的讲解 大家真正掌握了r sound的发音 舌尖上翘接近齿银 这个时候发出的音r 才是真正的r sound 但是在平常的英语课堂当中呢 有一些英语老师会说这个r sound 是这个音r r 其实也不完全错 是因为我们知道r sound 它经常会出现在单词开头 会跟原音比方说u 比方说i 比方说i 等等 这样的原音结合在一起之后呢 这个口型会有稍许的变化 会稍微圆唇一点 会变成r 的这个感觉 那么如果老师这样去讲解的时候 其实就是把这个r sound 加了一丢丢的原音在里面的感觉 才变成这个口型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r本身的音应该去发成r 好了那么这个着辅音呢 其实我觉得发音技巧 我在之前很多发音视频当中都分享过了 就是发辅音 特别是着辅音的时候 一定要就是憋一下气 让这个发音感觉有顿感 而不要让这个发音长时间停留 发成歌这个感觉就比较中式 所以说这个着辅音 我们应该发成 再试一下 你看到了吗 感觉有一个声音从喉咙里这发出来 但是稍微憋一下 没有完全吐出来 这个时候呢 就比较好的发了这个着辅音 而我们在汉语发音过程当中 喜欢发成歌 对连歌都唱出来 连声音都发出来了 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是在这个 的后面 加了一个一丢丢的原音在里面 好了 这个就是我关于这个 的发音技巧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把这两个音的组合音 放到一起来练习 为了更好的体会这个组合音呢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技巧啊 就是你知道有些时候 我和神明人平常在互动的过程当中 比方说我干了一件比较调皮 调皮捣蛋的事情 然后他会就是这样说 他会就是假装 我好像很生气 然后走到我面前发出这个音就是 你看到这个愤怒了吗 看到这个怒火中烧了吗 那么这个呢 其实在英文当中就是一个经常用的interjection 一个感叹词 也就是这样去来拼 那么如果一个老外 一个native speaker 这样跟你说 意思就是 我不爽 我生气 那么这个呢 他本身的发音当中呢 有了这个短音的 之后呢 又加了这么一个r音在里面 我认为这样 先发这个interjection 然后呢 再发这个gr 这个组合音 会更方便一点 好 试一下啊 记住就是让你的舌头卷起来 OK 卷起来 就是上翘 好了 试一下 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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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听到那个r的那个音了吗 如果你发出r的这个音的时候 就代表你的这个舌尖已经开始上翘了 那么代表就是你这个r音发出来了 明白了吗 好 我们试一下 如果没有这个r音 只是这个g 加上这个短音的 啊 是什么感觉呢 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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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发的时候 gr gr 这个舌尖是平的 没有在上翘 但是如果你想表示愤怒发生gr 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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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舌尖是必须要上翘 接近齿音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发音过程当中 我们连带着就把这个r sound 发出来了 嗯 体会到了吗 好了下面我们来正式练这个组合音 我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就是把这两个音同时开始练 那么注意就是我刚才说了 由于这个r sound 后面会跟原音 所以呢 纯形会变成我之前很早就介绍过的吹口哨的口形 就是 还记着吗 好了也就是那个r r 的那种感觉 好 我们这里呢 把这两个音组合在一起试一下 这两个音组合在一起 听起来是这种感觉就是 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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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发这个音的时候 就感觉到舌尖上翘了 然后 把这个g 后面快速发了这个r r r 这个音 当中有这么一个舌尖上翘的感觉 好 试一下 gr gr 好 我们试一下这几个单词 第一个 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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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个组合音 加上后面的原音变成 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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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念快的时候呢 你基本上听不到g 这个音 是不明显的 但是我们的中式发音喜欢念成gr gr 这个时候 首先 就是把这个g 后面加了一个原音拖出来之后呢 这个g的音就非常非常明显 导致了这个单词会变成两个音节 但其实它只有一个音节 好了 我们再试一下 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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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下一个单词 我们再试一下这个组合音 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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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试一下 grat 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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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s great 听到了吗 而不是gr gr 不要停留在这个g 这个音上 好了 下一个单词呢 对很多朋友来说都比较有难度 很多朋友会念成gr gr 我们用gr 这个汉字来代替了rin 这个地方 好 我们先试一下这个组合音 再来一遍 gr gr 试一下这个单词 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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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个就是我的第一个方法 如果你认为第一个方法非常难 不太舒服的话 没关系 我还有plan b 第二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就是首先先把这个g 我们先去掉 我们先把这个r sound 和后面这些原音组合在一起来练 好了 请看这个单词 这个就是我今天视频的标题啊 就是不要把它念成gr 首先刚才我说了g 后面不要加这个多余的音节 其次就是注意看gr 这个地方如果念成gr的时候 气体是在牙齿这儿出来的 但是这个组合是要念成gr 就是我说的吹口哨的口形 气体是在嘴这个地方r 而不是r 而不是这个音 你要不想念成r就要念成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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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练完这个部分之后呢 我们再把前面这个g加进去 记住快速滑过去 就是grr grr 好了 这个就是我第二个方法 我们在照顾的画表来练一下这个单词 先看后面这个部分 那么就是r r r 看到这个口形了吗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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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所以这三个单词我们连着一起来练 来念的话就是 好了,小伙伴们,这个就是今天这一期如何不把Grow念成Grow的视频 那么如果你想进一步去练习的话 我还会做一个这些单词的发音练习视频 我会放在就是凡凡学习笔记订阅区 那么在国内的朋友欢迎订阅面包多 那么在海外的朋友欢迎订阅Patreon 会看到这个发音练习小视频 并且今天这些视频还有一个姊妹篇 刚才我说了就是great这个单词不要念成great 叫念是错的是比较中式的 但其实不尽如此 很多native speakers经常会把这个单词念成great 是没有问题的 为啥呢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看下一期视频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下一次再见吧